今天很興奮 我一起來就有人告訴我 原來Pika已經1.0開始公開給人用 前兩個星期我都不知道多久可以實現這件事 今天我就進入他們的Twitter看 都已經看到 兩天前發佈的消息 Pika 1.0是公開給所有人 我們今天有得試 Elon Musk也有說過 Pika Lab是AI movie實現的方案 他預測了這件事 Pika Lab是沒有份的 所以今天就打算和大家一起開箱Pika Lab 1.0 究竟可以玩什麼 跟以前的Pika Lab有什麼分別 是不是真的進步了很多 是不是真的厲害了很多 究竟可不可以用AI來做影片 不是影片 不是影片 是電影 我們今天就一起去試一下Pika Lab 來了 好 來了Pika Lab 之前這裡還有一個寫Wait List 現在已經可以馬上去試 它的宣傳片真的好像說得很厲害 所以我是很期待這件事 可以進來 Explore My Library 它可以直接在這裡打Prom 我相信在這裡打 應該是全世界都看到的東西 我又不想全世界都看到 如果去My Library 好 試一下 首先我們看看之前Pika Lab 未公開給別人試 還在Discord給別人玩的時候 它可以做到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一條短片的影片 我放了我自己的貓 貓 把照片上去Pika Lab 它就生成了一些恐怖的東西 跟大家一起看一次 看看它之前和現在的分別 可以看看 好 先看看 我每天都覺得這件事很好笑 突然後面有一扇門 靈異事件 腳都變成木 不用看了 這就是它還未公開 推出1.0的時候 它可以做到的事情 其實已經很厲害 但控制度有點不足 我們現在看看 我們先試一下我的貓的照片 我們先把豆豆的照片放上去看看 它也會打Prom 打A cat walking towards the camera 這樣也好嗎 先試一下 它下面還有一些東西選擇 Video option 可以選擇24格 如果大家不太清楚 這些frame per second是什麼意思 其實它就是在說 一秒之內 有多少張圖畫 如果大家知道 其實Video的製成方式 其實它是一秒之內 放了很多張圖 看起來在動 其實是這樣 它現在就是在說 一秒內有多少張圖 現在我拍這段影片 是25格的 我們通常拍攝都25格 30格左右 如果電影是24格 通常24格 它現在最高是可以去到24格 其實是在說流暢度 即是越高 就是一秒之內 它越多圖畫 那它的動作就連貫 就會流暢 其實是這樣的概念 24格 我只可以選24格 最多是24格 然後 我用鏡頭控制 我先不玩這個 Strength of Motion 不如高一點 不如 最高 我們先試一下最高 然後 Parameter Parameter Negative problem 應該不要什麼 C 就是 如果你之前有參考 可以給它 Consistency with the text 有多接近我打出來的 我們先試一下最盡 我待會可以再調教 好 來了 好緊張 我們要一點時間 我們可以同一時間試一下其他Parameter 不如 Consistency 低一點 10 我們試一下10 這個 這個試一下10 然後 Motion 3 2 0 就一定是沒有Motion 不要再貼近4 好 我們試一下 只改了Consistency 看看有什麼分別 這個是最高Consistency 這個是最高Consistency 這個是最低Consistency 這個就是低一點Consistency 我們現在初步試一下 用Image 變成Video 這個可以怎樣用 如果它真的好用的話 可以怎樣用 可能你在Nionado AI 其他地方 Mit Journey 生成了一幅圖之後 就可以變成一條片 For social media usage 現在暫時Picca 是不用錢的 我相信是假意時日的時日 是不可能這一輩子都不用收錢 我相信也不會太長 之前在Discord的Picca 它只可以生成4秒左右 如果你要再生成就要再按 好恐怖 這個是高一點那個 好恐怖 怎麼了 嚇死人了 好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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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不像我的貓 簡直是變了一樣 變了第二隻貓 我試一下再調低一點 再調低一點 剛才的動作 剛才的動作 調低一點 調低一點 這個 這個 就是調低一點 這個 就是調低一點 之餘 再調低一點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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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我 是否原設是否給你作恐怖片 它這樣問我 為甚麼一部片都這麼恐怖 其實它有點不恐怖 就是我特意抽出一些恐怖的東西給大家看 這個搞笑 好有了 先下載了 先看了這個 這個只是調低了Consistency 調低了Motion 他做甚麼? 他在做甚麼? 救命 我覺得不可以 如果他的技術是這樣的 未實現到AI電影這件事 但也有可能是感光度不夠 拍得不好 很多東西可以賴 我們試試其他 如果我就這樣 我不用甚麼? 我就這樣 我不用相片 這次我不用相片為例 Cat walking towards the camera Through a door 然後就這樣 reserve 我很沒有參觀前提示 讓他確定 再調低 perspekt Despite 先把文章調到最高 好,來吧 再試一個最低的 其實它Load的速度也算快 現在剛剛開始 不知道它的伺服是否能領得住 可能遲些好像TrackGP那樣 多人用就開始越來越慢 還在它不多人用的時候 我當然要玩多一點 好,先下載它 先看它 嘩,分了身 你看它,無緣無故都出現 不知道在哪裡來的 哈哈 它還說剛剛遮住了 它是可以再延長 但不是Towards the camera 可能它 它的Prom read得不太好 如果它動了那個Camera 我還想算它是正確 但我所知的Camera是在說我們 即是在拍攝它的Camera 但它是連一塊Camera都沒有 這個就差一點 我看看另一條 好可愛的屁股 好可愛的貓貓屁股 這個是什麼 嘗試一下延長 它是可以 這個 例如這個 可以再加4秒 我們嘗試再加4秒 加4秒 哦 哦 只要哪一部分 延長 哦,它一延長Canvas 可以再大一點 再大一點 即是它會生成在這裡 我要 十個比九 哦,這樣 哦,好啊 我們嘗試一下 其實可以不下載 但我覺得它太小 我怕大家看不到 所以我下載下來大一點 加長了4秒 嘩,它的尾巴掉了 它的尾巴掉了 你看它 你看 你看 什麼鬼啊 這個 這個怎麼了 又有恐怖 靈異事件發生 你這裡突然間 又多了一隻貓耳朵 看到嗎 這裡突然又多了一隻貓耳朵 哈哈 好,再看看 這個 這個是 延長了上下的 本身是地下 嘩,這隻貓 這隻牠多搶 你看 嘩,這隻是乖獸 嘩,分身 玩 玩分身 玩分身 不行,這件事太恐怖 哈哈 哈哈 我還很期待 它會很厲害 因為它那個宣傳片 是真的好像很厲害 大家要不要再看一次 它的宣傳片 我們再找一次 它的宣傳片 一起給大家看看 這隻貓耳朵 嘩,這隻貓耳朵 就算是 這隻貓耳朵 嘩 不,是 怎麼看 一直在這隻貓耳朵 嘩 我真的要看 一隻貓耳朵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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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我不懂用呢? 我跟著她的Prom來打詞 看看她的Prom是怎樣 這個 A girl smiling in a forest, anime style 來吧 速度比9 strength of motion 3 不要太強 讓你不用動 不要太強 不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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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她不是騙人 我希望純粹是我不懂用 我純粹是未玩得夠熟 那些Prom打得不夠仔細 我希望是這樣 我真的很期待這件事 她的感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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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看到一秒鐘 讓我看看 嘩!她很醜 她的樣子 哈哈哈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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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強 不太強 我們嘗試再玩她 像她剛才那些 如果再刷入 刷入 刷入 然後刷入 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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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試一張靜紙的圖 這個只是一張照片 A Food Close-up Video 超級實現 即是跟他說不要Anime style 然後把動作Pan Pan Pan加Rotate 再測試 測試 測試 整個圖式變成風格 我試一下 改用了這張照片 把暖畫變低 Motion 1 轉轉 Zoom out 然後 Consistency with the text 15 再試一次 這個已經完成了 漂亮很多 還有煙出 這個就是剛才用這張照片 把Consistency變低一點 然後動作也變低 看看 它都把它變成小樣 變成第一格 第一格是我的原相 由第二格開始 已經慢慢變得 很動畫 顏色 畫質突然變成 這樣 差點 如果剪掉這裏 如果影片由這裏才開始要 前面不要 由這裏開始要 其實都不錯 有點煙 但煙不知是哪裏 都不錯 同時我們可以試 試完它的影片 我們節省點時間 剛才我有些影片 準備了一些影片 可以用狗狗 我的狗 這個 先找一個靜子 我把我唱歌的影片放進去 剛才說 一個女生在拍攝 鏡頭 電影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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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超級真實的 這樣 其他不夠了 直接要它轉 看看 這個就直接給它 直接給它 直接給它 變成另一個風格的影片 這樣說 這個 我是很期待的 這件事 其實本身 你說AI做不做到 本身也做到的 即是 Stable Diffusion 或者是用其他工具 本身也做到這件事 但可能要運用自己的GPU 或者是要用一些 要少少錢的 難用 有少少難用 要一些時間 如果大家有看到 我去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MV 用AI做了一個MV 那個就不是用這個方法 但是用同一個 同一個工具 我也是用Stable Diffusion 我知道Stable Diffusion 都是做到這件事 即是配一條影片進去給它 然後轉一個風格 但那個就 有點難用 即是我要教大家 怎樣用的話 都需要一點時間 但如果這件事 是實現到的話 就成功了 嘩 好恐怖 搞什麼 還沒有了聲音 嘩 不行啊 太恐怖了 我看看再怎樣調教它 Reprompt A girl singing into the camera Anime style A happy girl Happy girl singing to the camera Anime style Cinematic lighting We did Bright Bright Environment With the background of A living A bedroom 我都說她 都說她是她是不是Default 做一些恐怖事的 究竟 真的這麼恐怖 我們再試一次 嘩 好恐怖啊 都是 超恐怖 哈哈 什麼事 哈哈 不行 所以如果大家要做這個 暫時 暫時這個影片變成卡通 放在AI變成卡通 變成其他風格 都好 都是用什麼 不如都是用Find Stable Diffusion 不要想Rika 哈哈 這件事搞不定 大哥 你多試一次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如果 Modified Region 我要她只改我這條片 我用上Sung glasses 穿上Sung glasses 我不要她 轉什麼 我不要她幫我轉Style 直接幫我 穿上Sung glasses 對 這裡 看完 中間 讓中間 你試一下 剛才很低 我記得 這樣 這樣 如果是這樣 即是用來 讓你改這條片 不用你整條片 轉Style 會不會恐怖呢 我覺得 可以做恐怖電影 真的 恐怖 哈哈 Edan潤易 那些漫畫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來做電影 哈哈 看看 OK OK Not too bad OK OK 我現在暫時 暫時覺得Pika 他最 好用 或者最強 或者其他AI的工具 還未做到很成熟的東西 就是 在你原先的一條片上面 去加東西 或者減東西 這個是暫時 我見到 幾驚喜的一件事 但是其他呢 你說用片 生成 用片 轉Style 或者是相片 生成片 都要一些時間 去慢慢 摸索 怎樣才能做得好 就像我們剛才 第一張出來的 一般 第二個又 OK 不錯 要一些時間去摸 直接是 文字轉 文字變片 這件事 Text to Video 我就覺得 真的一般 這件事 想轉Video 都要一些時間去摸索一下 好 又試一下一個 動動大一點的 Video 我特意選 我特意選這條片 就是因為 我這條片是動動很大的 因為 我的狗 那個瓜 他就動得很厲害 看看 如果動得很厲害的片 他會做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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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狗 在動動 跟 一隻狗 在動動 牠的手 在動動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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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做出什麼 你看 你看 這個位置 這裡 哈哈 哈哈 這條是 什麼 哈哈 好搞笑 哈哈 但是 這些Generation Art 就是Generation Art 最好玩的 就是 你同一個設定 你不停按幾次 它的出來的結果 都不一樣 所以 所以 你喜歡的東西 需要一點時間 其實 如果這個 我把它變 可不可以 用它的 negative form 試一下 negative form 欸 Ugly Bad Terrible 咦 可以這樣的 試一下 它是剛才 給我的指印 例如 可以做這個 好 試一下 喂 它依然很恐怖 看看 哈哈 哈哈 這是給它一個 negative form OK 它是 好一點 好一點的 沒有那麼恐怖的 OK 那就是 重點就是 要加回 negative form 我們又試一下 剛才豆豆那個 不如 然後 這個簡直是 不得了 這個 恐怖到 然後 Ugly Bad Terrible Terrible 嗯 Dark 緊張 嗯 都是 食物的問題 就是 這個 質素 又或者 各樣 它沒有變 所以第一個 它是用回我的照片 然後它慢慢變了 Style 連貓的樣子都不同了 然後 它又多了一些 Cinematic Lighting 但它是 嘩 嘩 嘩 這裡是 有一堆黑暈 它是沒有之前那麼恐怖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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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隻靈異貓尾 靈異貓尾 靈異貓尾 我的片是11秒的 我們又再嘗嘗 11秒的片 我加了東西 我可不可以再 如果我加長它的話 它是會幫我生成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還是它會用回我的片 之後 第4秒開始之後呢 看看 加4秒 哦 然後它是幫我生成出來的 它不是用我的片 第4秒開始用 它是由第3秒 第3秒就是它用我的片 用我的片再加一個Sing glasses 然後第4秒開始 第二呢 它就是幫我生成出來的 就是我挺肯定我沒有這樣看過它 這條片 沒有啊 整條片都沒有看過它 是吧 它是生成的幫我 所以就不能夠做到 我剛才說的一件事 我可不可以拍了一堆片 然後把它變成 別的Style 場景等等 就不用拍得那麼漂亮 就是自己用電話拍些動作就可以了 Pika是挺肯定的 暫時 但是我經常都說 AI世界發展得那麼快 今天未做到不代表下個月做不到 所以期待一下可以做到什麼 還有可以試一下 又可以試一下 展開到正方形 16-9 16-9 16-9 我看它幫我生成什麼 首先我的手是不見了的 噢 它就變了 但是我本身在一間房間 現在好像在室外 其實有些感覺 有些感覺 有些感覺 很有MV感覺 我是期待它最後可以發展成什麼 因為如果 在影片生成類型來說 它們已經算是做得不錯 一個簡單的用戶 平台來說 但是你說 我還是覺得 比起 Stable Diffusion 還是差一點 但是它也有它的優勢 像我剛才所說的 現在來個總結 暫時 Pika Lab Pika 1.0 我自己覺得 還未能完全幫助我們 很多相片轉片 或者是 片轉片 一些 還未很大幫助 還要很多後期 要很多 trial and error 要很多試 很多其他東西 如果是做這類型 我依然都會用Stable Diffusion 但是它有一個很強的 我自己很喜歡 我會用它的時候 就是可能本身我有一條片 尤其是我做廣告 有時候 那些鏡片不會很長 可能真的兩三秒 兩三秒一個鏡片 兩三秒一個鏡片 那個鏡片就是差一點 我就可以放上去 叫它幫我加一些東西 剛才試過 加上去那件事 也挺真實 也挺漂亮 這是唯一一件 我覺得它是合格的東西 哈哈 所以是 暫時我自己的感受就是這樣 不知道 可能一個月 兩個月之後 因為都看到它們發展得很快 Pika 這間公司 希望 可以遲些 會見到它們再成熟些 是真的可以幫到大家 去做一條 AI的 長影片 或者是真的 AI的電影 像Elon Musk 這樣說的 期待了這些 如果大家有什麼題目 想我去講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也給我讚好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下次我們再見 拜拜